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个打工仔 每朝起床洗面擦牙 换衣服整头 出门口 搭巴士 回公司被老实黑白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 日历没试过 电视播回昨天的新闻 一切回到前一天的 早上七点 日服一天 每次睡着 第二天都是3月14日 我尝试通顶 但每次的标踏正七点 我又回到床上 一样的闹钟声 一样的天气 一样的衣服 我觉得一个人 这样很无聊 于是 我就天天去找我个仆街老板 每次的爱情 一样的魂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每一早一起床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发觉这种快乐 好虚 我觉得 一个人这样很无聊 于是我开始试第二样东西 这个女孩住在我旁边坐 我每一天 准时搭同一班巴士 不是为了我老板 是为了他 终于有一朝 我逼了他跟我走 我不认识他 他都不认识我 我认得他 他都认得我 我们度过了 愈发的一天 大概是我这几年以来 最开心的一天 那晚送了他回家之后 我没有回家 我坐在他家的楼下 如果他睡不着 出来散步 或者可以见到他 我睡不着 我不想这一天这么快过去 看着那只标 一分一秒 这么过去 但是 今次踏正七点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也都不想知道 因为已经不重要 我只知道 我要继续坐在这里 等他下来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